GameFrag在直面会上公布的DP复刻消息 已经成了这两天宝可梦界最大的话题 我们来看一下前训练师范志毅对此的点评 一向直信子的范大将军直言道 GameFrag这样做宝可梦 只怕是连面子都不要了 你说GF的技术部门 一代一代的 让玩家死亡过多少次了 改过不了 换汤不换药啊 你家增田孙医也有理由说的 我做的是什么游戏 我做的是世界第一IP游戏 你这批人是什么人啊 你叫做DP复刻 GF工作室现在什么水平 就这么几个人 你LCA什么的都在外包做宝可梦 他能做吗 做不了 没这个能力知道吗 再下去要毁BW了 DP毁完毁BW再毁XY 接下来没东西给你毁了 另一方面来说 GF已经在准备2022年发售的宝可梦传奇 歇天歇地了 因为我已经说了 你像这样的开放世界 本身就没有打好基础 你能给我保证这2022年的宝可梦传奇 能比2017年的塞尔达做的好啊 务实一点 我劝GF先把自己的竞争优势 宝可梦的这个理念先搞懂 剑队的人物模型做的蛮好的 你把它去换了干什么 你DP复刻的模型做成那个样子 你倒告诉我 怎么解释呢 脸都不